Denise 當選後連環爆出負面新聞 當時她已經說知道幕後黑手是誰 由公開叫做搖者收手 怎知24號又有人向傳媒兜售一段 名叫港者迷奸實錄的性愛片 指名到性片中的女主角是Denise 還聲稱說有竹本版在手 不過記者對比Denise 的相片後 發現和片中的女主角完全不像樣 而且再次被人抹黑 林玉慧受訪時相當淡定地說 一看就知道不是她 據知無線 知道Denise 無辜捲入性愛片風波 覺得事態嚴重影響港者形象 所以已經報警求助 記者 詞巴仁瑪